诸位大德同修 大家祈祥阿弥陀佛 我们课程进入地之规信的部分 首先这个信对我们人生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人生的动力跟忠信有关 忠 我要忠于我的职责 忠于我的本分 忠于自己的良知 这是我该做的 我不做 良心不安 就像师长老人家 我们观察 他的愿力这么强 他的动力来自哪里 我们为什么常常走走停停 所以我们跟他老人家学习 我们也要善于观察 静修节要是很好的定刻 一心观理 那个观就是观察 你看第一拜 观察释迦牟尼佛 第二拜 观察阿弥陀佛 你看后面 第二十四拜 观察观音菩萨 二十五拜是观察大师之菩萨 这些都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要回观察 内行人看门罩 外行人看热闹 当然我们遇到老儿像这样大善之事 但是我们可不能看热闹 当面错过了 老人家很尽自己的本分 比方 他是炎黄子孙 他尽本分 中华文明五千年 不能断在我的手上 我牺牲生命 都要把它传下去 这是不是忠 敬己这位忠 这是站在 中华儿女的角度 站在佛弟子的角度 世上讲经说了 释迦牟尼佛的法 传了三千多年 到我了 我不能没有传人 现在唯一求的 没有别的 就传人 不然我对不起释迦牟尼佛 对不起祖师 对不起广大的 信众支持 你看老人家 所讲出来 这些言语都是他的心声 所以李秉斌老师说 礼仪是做人的准神 标准 要依照礼 依照义 去做事情 做人 忠信是做人的动力 不能对不起人 不能对不起人 这一念心意就是忠 忠跟性很相关 你看夫妇之间的忠 你命也有信怒 我答应过 我的另一半的 再辛苦 我也要 实践我的诺言 这是我们中华 民族传承的一种精神 一诺千经 我记得 李秉斌老师的学生们 在他原集之后 很多学生写下 老师对他最大的影响 写一点 后来编成一本书 《雪公诗训》 我想这一部书 真的值得 我们每一个老师 来看看 李秉斌老师 他从事教学 尤其到了台湾 38年的教化 所产生 对人心 对社会 乃至对民族文化传承的影响 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位 从事教育的人 来效法的 这也是对于 师说 很好的诠释 师者传道 你看李老师 道唱伏提道 道唱伦常道 提唱五伦大道 这两句评语 是孔 德成先生 孔子 孔子 敌传 正传 是奉仕官府 这个官 这个官 是国家受给他的 奉仕官 在工作上 在工作上 李老师 是孔先生的下属 但实质上 是孔先生的老师 我听到这个 也受到启示 孔子的福报 修道 2500多年之后 他的子孙 还有这么 有道德学问的老师 来教他的孩子 这个基善之家 又有余庆 所以李老元吉的时候 孔子 正先生 他制的这个晚莲 雪如大和尚 这是懂行的 和尚是清教师 自己清静的老师 一般 假如没有深入了解的 一看到和尚 就以为是出家人 和尚是清教师的意思 对李老一生的教化 孔先生写道 道唱 伦常是大道 人无伦外之人 学无伦外之学 心是菩提心 这个都是我们老师的榜样 所以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学生 要让他懂得伦常 我们可不能当老师的人 都是教孩子功力 我曾经有遇过 朋友说 我们的老师说 干什么都好 不要干老师 赚不到钱 所以 这些对学生是一种误导 让学生就觉得 钱最重要了 功利 思想 成德 有这个福报 曾经 清静过我们 马来西亚 沈牧鱼老先生 他当时候是95 他老人家活到97岁 整个华教能在马来西亚成船没有断 他老人家功劳非常非常大 他都被政府给关起来了 七十多岁 他都坚持信念 跟政府谈判 而且这个监狱里面的官员说 你都七十几 你只要承认错误了 你马上就可以跟你的子孙团聚了 他都不为所动 然后给那个官员说 今天假如是 要把马来文停掉 我相信你也会站出来 所以他那种忠义 连这个监狱的官员 挂号 就是money 但是是很有意义的行业 他当时候还领我们唱了抗日爱国歌曲 你看一个95岁的老人家亲自谈风情 你会终身难忘 所以这些长者他们的精神 我们有机会接触到 对我们都是一种洗礼 那我们在谈话过程 有提到这个繁体制 这个老人家看着我说话的人说 是正体制 他一点都不凡 我们也体会到 一个字对人有没有影响 所以以后不讲 所以以后不讲繁体制 以后都讲正体制 正宗的应该学 你一讲繁体制 太繁了 不学了吗 所以我们教学者 这个敏锐度要很高 要能够敏锐度 一个字对人的影响 那这个五轮都是道义 我们不教 甚至还教错了 都讲功力了 那孩子一生的结果 很不一样 首先他丢了人格 仁义理智性 这是人格 你看远一点 你把他的人格误导了 他下辈子到哪里去了 到三二道 到时候学生去了之后说 冤枉啊 我那个小学老师教我的 到时候还得被引落 往调去问话 所以我当时候教书 我就想以后翻开报纸 喜欢不要看到我学生的名字 不然我也要负因果责任 最近听了个例子 印象很深 有一位同修 她的 她有姐姐 她有弟弟 这个姐姐 当家庭主妇 当然不一定说是要当家庭主妇 才能教传统文化 她这个姐姐选择 比较专注教孩子 自己教 她的弟弟 请保姆 那她的妈妈 都很爱这个孙子跟外孙 结果这个请保姆 这个小孩三岁的时候 有一天打电话给外婆 外婆啊 我很想吃你包的粥 老人家一听 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了 包个粥 那得花几个小时 包好了 端给三岁的外孙吃 外孙吃完之后 因为她家里是穷保姆的 就跟她外婆说了 外婆 这里没你的事了 你可以回去了 从这里你看 她怎么跟外劳互动了 都是叫她干活的 当然大家听到这里 不是说 哇 那这个陈德瓦斯说 不能请庸人啊 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大家 要能体会 我是在叙述一个意境 我也曾经遇过 一个同修跟我说 他小时候 请了一个佣人 结果呢 他们呢 就看到这个佣人呢 给奶奶盛饭了 结果这小孩 看了之后 就拿着碗来 让这个佣人给他盛饭了 被他父亲喝斥了 这个是来照顾奶奶的 不是给你们使唤的 这些事要自己做 而且要尊重阿姨 你看 会教不会教啊 差很多啊 所以教富贵人家 比教品种人家 难度高啊 现在我们物质这么丰沛 都属于比较富贵的 你不用点心啊 那现在这个功利主义 盛行啊 你不知不觉 孩子就功利了 等到他很功利的时候啊 你到时候 一看十几二十岁了 要教就不容易了 少臣若天性啊 要从小 咋根啊 尤其咋孝道的根啊 我们之前也提过 老子要出寒谷官 这个官员 抓住这个机会啊 我有两个儿子啊 请问呢 我要靠哪一个儿子啊 这老子是来 你把孩子找来吧 这个老大过来了 老子放了 钱啊 在桌上 你打一打你亲亲打你父亲一下 这钱都是你的了 这个大儿子说 怎么可以打父亲呢 很坚持 不能这么做 后来小儿子来了 这钱一放 你只要打一下 摸一下都行啊 这钱就是你的了 这个孩子忘了一下 打一下 赶快把钱收过来了 接着老子说 你知道要靠哪个儿子了吧 后来这个官员去世了 他的小儿子重商啊 算了算了 回去一趟了 少赚很多钱了 没有回去奔商了 我们教育 得看到孩子学生的新的状态 知其心啊 才能长其善 才能救其师了 那另外这个女儿的小孩 这个 这个是外婆了 刚刚那个是奶奶 现在是外婆了 到他们家 这个小孩 都会去递拖鞋 端水啊 对外婆很恭敬 当然外婆也是很照顾她 后来呢 读大学啊 去打工 还没二十岁 领了第一次薪水 母亲说 外婆对你这么好啊 你现在领地一份薪水了 要不要表达表达 那她一听说 没问题 我来安排 后来就安排外婆了 还有这个舅舅啊 家里人吃了一顿饭 吃完呢 这个舅舅一看 第一个月的薪水 去了差不多了 然后就跟这个外甥说了 你会不会心痛啊 薪水差不多没了 这个外甥很认真地讲 不会啊 你看 这个外婆对我这么好啊 从小到大照顾我那么多啊 这个我很欢喜的 同一个家庭哦 父母教育的理念不同啊 你这个孩子往后的路啊 就很不一样了 那大家想一想 那这两个晚辈后代的人生 差异有多大啊 一个是道义人生 鸡功累得啊 假如学佛的 甚至可以出轮回啊 无情不能修道啊 没有情意不能修道啊 对人的情意都没有 他还利益众生 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意志啊 在我们教育当中是一定要教的 五轮八德啊 这个礼益 做人的标准 那这个功利的孩子 那他可能就不断堕落下去了 甚至于他晚年 小时候就不懂得感恩了 你说这个孩子往后会有福报吗 所以父母老师的眼光啊 要能看一辈子的一个深度 长远性 甚至于能看深深世事 能帮助他得到深深世事的福报 那这样的老师就功德无量了 那我们有这个能力跟机缘 因为我们遇到的是当深成就的念佛法门 那这学生跟我们有缘 信任我们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法门介绍给他们呢 甚至于他好好修了 他的子孙都跟着学啊 那这个当老师的这种因缘 那真的是无量的功德 其实帮人要帮彻底 不是帮一时 也不是帮一生 能够解决深深世事的问题 那就是介绍这个念佛法门 当来一切寒灵啊 皆依此法而得度托 我们有幸遇到了当深成就的法门 又遇到老和尚 夏连老 黄念老 黎冰老 这么好的善知识 应祖啊 海贤牢上的表演 所以我们的因缘是非常好的 所以诗者传道 授业 我们给予孩子的思想观念 能够利益到他一生的学业 他形成了非常正确的学习观念 学习态度 学习的习惯 对他一生的学习 受用终身的 所以地址归后面是 余力学文 谈怎么学习的 再来还有 家业 事业 这些观念的建立啊 不是说他大学毕业了 才开始学 开始思考 小时候 你给他正确的观念 他就会判断了 这个黄念祖老居士 可能那些孩子 从他很小就看他长到 要到日本去读博士了 所以他老人家抓住这个机会点 一个人要到海外去求学 他应该建立哪些观念 哪些一生的信念 人没有信念 随波逐流 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志愿 应该怎么样去做 黄念祖老吧 信愿行啊 不只是往生三之两啊 也是他人生 能不能经营成幸福美满人生 三之两 所以这些大善之士 他学东西都是活的 可以取一反三啊 用在方方面面 其实做什么事要沉啊 都离不开这三个字的 我们没有信念 没有信心啊 怎么做啊 有的信念还要发愿 进一步去立行啊 那这一篇教诲啊 希望我们所有教育同仁 都能够用心来学习一下 你说我现在教小学一年级 这个东西太深了吧 其实那些理啊 你只要用小朋友可以了解的话去讲 可以讲啦 比方我请教大家 生死的问题啊 对学生来讲 什么年龄教 难道是大学的时候教吗 不是啊 他小学的时候 可能就遇到他的亲人去世了 你在这个时候不教吗 可能会造成他心理的困扰 甚至是心理的结 想不通啊 我念初中的时候就遇过这个问题了 是我生命中啊 我很亲的亲人 第一位离去的 就是我的大仪仗 我现在想一想啊 我们大人不能太初心啊 不然会失去很多机会点 包含我们的学生 你突然感觉 他脸色非常暗淡 有可能是他父母的关系啊 出现情况啊 有可能是他父母离异了 这些情况 假如他没有事实调整好啊 就造成他人格当中啊 的结了 甚至于他就可能产生一种恐惧 产生一种不信任 都有可能的 我们不能要求说 都不能离婚 因为人世间的姻缘 当事人 是他去经营的 假如两个人的性情啊 这个很不合 然后 这个两个人都大打出手了 然后影响下一代了 又没有办法扭转了 那 这个时候 得调整调整 不然 所有的人都在这种氛围当中 受伤害了 当然我讲到这里 你们不要起一个念头 陈德法师赞成离婚 我可没有这么讲 你们不要出卖我 马上说 哎呦 跟老阿尚讲的不一样 老阿尚说 不能离婚 老阿尚讲的那一段 是强调 我们对社会还是有影响 我们要尽力 去带一个好的头 但是你真的遇到 很大冲突的时候 你要缓冲啊 不然出事怎么办啊 来 缓冲啊 先怎么样 分居一下 彼此都冷静冷静了 彼此能够冷静下来 先想想对方的好 不要冲动啊 去做事情 哪怕真的不合了 都是很理智的 面对 不是彼此伤害 更不要去伤害到小孩 人生 路上的棋 不可能 我们接到的就是 一个五福灵门的人生的棋 但是你遇到 人生这些挑战的时候 你能不能还是很用真心的 去处理这些问题 而不是伤害自己 又伤害他人 好 好 所以 我们引导孩子的 这些观念 都会影响他的 一生 那我刚刚讲到 寿业 所以 这个孩子 面对 生死问题 是没有分年龄的 你都可以 以他们能接受的 角度去谈 有啊 我有看到 一些 画册 给小孩子看的 他就是 当孩子遇到 亲人 离别的时候 生离死别 他看这个书啊 可以 安慰他的心 那他慢慢能接受 死亡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当老师的 真的能 很柔软体恤的去观察到孩子的情况 从他的表情 掌握了一些机会点 很可能 对孩子是一生的帮助 那 纵使 我们孩子现在低年级 可能 黄老这一篇教诲 可能觉得是比较大的孩子 那你的学生也会毕业 等到五年后 十年后 他会来找你了 这些东西 对他们都很重要 当然 陈德觉得 你懂得领悟那个理的 黄老现在讲的这些东西 对一二年级的学生 都难用 所以我们一理通达了 可以长讲 可以短讲 可以对小朋友讲 也可以对老人讲 理通了都可以应激 用不同的年龄 不同的行业都可以的 里面有很多重点 这个掌握机会点 这个黄念主导局势 也给我们做表演 所以我们互念我们的学生 你爱护他 他信任你 他会回来找你的 不能教两年了 终于毕业了 赶快把他推出去 我当时教书的 要开始考正式老师的时候 我是打了一个算盘 我们家对面 隔了一个马路 就是一所小学 我假如一辈子都在那里教 我教过的学生就知道 我们老师住在对面 他要来喝点红豆汤 他就会来找我 因为你要传道授业解惑 那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情 我还打了这个算盘 后来没考上 不过世事没有爱 现在学生要找我 应该也是找得到 比方说他可能到YouTube 可能可以找到我 或者他在台湾 打听一些单位 还是找得到我 那刚刚跟大家提到 我们跟着老师上学习 善于观察 你看他老人家 他忠于他的本分 民族 佛弟子的本分 而这个宗里面 跟信分不开 你看老师把 《无量寿经》汇集本 交到老儿上所上 他对老师所这个信诺 遇到的困难 毁谤挫折再大 我答应老师了 全世界都没人弘扬了 我一定弘扬 信 包含跟张家大师的信诺 张家大师劝陶上 你一生学释迦牟尼古 老师答应了 学了一辈子 弘法 六十二年 这期间有很多困难挫折的 甚至都没地方住 住在火车站 都经历过了 所以我们说到这里了 我们想到 德育故事 春秋时代 既砸挂剑 那这个故事 我相信大家都听过了 那我们听一个故事 就是跟一个古人学习了 听完之后 这个古人的心境 精神 有没有成为自己的心境 精神 目贤当目其心 那我们有这样的态度 我们也是落实地之规 见人善 及尸体 众巨人 以见机 我们不能 看到古人的榜样 或者看到 现前精神的榜样 我们自己想 哎呀 我不可能的了 那你这个信念 就已经障碍了自己 去效法他们了 不可以有这样的念头 那我们不信任自己了 那你遇到再好的缘 对我们也起不了作用 所以初学佛 看到 印光祖师的墨宝 那真的都有被电到的感觉 祖师他们 写墨宝的时候 他的精神就灌在里面 也看到那个字 都有射收力 写到 人皆可以为尧顺 人皆可以做佛 人皆可以为尧顺 这个言回福子说的 顺何人也 于何人也 有为者亦若是 那言回福子 把他人生这么重要的领悟 说出来了 那我们怎么 珍惜 颜夫子的 这一份心呢 那我们把这个话 放在我们心上了 有为者亦若是 人之初 性本善 每个人都有本善 都可以成圣贤 每个人都有佛性 都可以成佛 所以我们现在用 慕贤当慕其心 的心 来跟古人学习 来跟老和尚学习 来跟每一个人学习 那我们就是 善财童子 善餐 大家愿不愿意 做善财童子 当然这个不能逼 不能勉强的 成年人 没有办法被逼的 不只没有办法被逼 越逼越反效果 大家有没有经验 你要去推某一个人 结果推到 他看到你就跑了 那就适得其反了 包含讲话 我曾经听过人 说这个强迫中假 还有强迫的 这个不对 佛菩萨没有这么做 古圣先写没有这么教 我们不能自己创一套 要素而不做 要素而不做 性而好顾 明明就是自己太攀缘太强求了 还编了一个这么美的词 来合理化自己的说法 做法 我们还是 学孔子 素而不做 现在标新立异 这个是我提出来的 有这样心态的人太多了 这个是我们要 慎重的地方 刚刚提到 像记杂 那他是心里齐了 要把这个配件 送给这个徐国国君 但是他要出使了 鲁国 那是礼仪 他不能没有配件 后来出使完了 回来徐国 徐国国君去世了 他把这个件 挂在他的 徐国国君的坟前 等下说 他的 仆人说了 你又没有答应 你没有言语答应 纵使你答应了 那他忍心死了 这个 记者说了 死无以心许之 一开始我已经 我的内心已经 起了 我要把这把件送他了 这心意了 其已死 背无心灾 不能因为他死了 违背我的初心 那这种姓氏所造 不只是言语了 是心念起来 所以诸位忍者 大家有没有起一个心念 阿弥陀佛 我一定到极乐世界 见你老人家 还是起一个念头 我一定到极乐世界 见老和尚 我没跟人家讲 我跟老和尚约好了 这个就是信念起来 那我们听完 记杂的故事了 我们的心境开始笑话 我们就不能起了念头 违背自己的心愿 去找很多借口 这样就不妥了 当然 你起念头的时候 是一种姻缘 可能姻缘有变了 你可以适当调整 但是不能违背 自己的那一份心 也不是死板的 因为有时候你答应的时候 后来事情的因缘是转变的 当然因缘没有转变 我们还是要很 对得起自己的这一份良知 这一份信怒 所以这个中性是动力 所以这一句 凡出言 性为先 诈语忘 稀可焉 这个可就是 可以行得通 你假如不讲信用 那你在社会当中 这个路是走不通的 而且这个 信用是人的第二生命 要好好爱惜 我也跟这些年轻的学者们讲 你的人生的信用 什么时候在建立 我们也可以跟小朋友讲 随时 有可能 同学们发生事情 那因为这个同学以前 违背信用了 所以其他同学 又看到一件事的时候 马上就会联想到他之前的情况 有可能 他并没有这样 可是他会不会又说谎 可能这个同学当下就很难过 没有啊 我没有 这个时候就是机会点 你不能怪同学 错怪你 为什么 因为你前面先坐过了 所以人家联想 这是很 人之常情 所以以后不能再 讲这个欺诈不死的言语了 当然你以前讲了 过能改归于五 过而能改 三末大焉 自然人家就相信你了 那当然对其他的同学 也是另外一个角度的机会点 你不能人家犯了一次错了 你就对人家有成见了 都不给人家改过的机会了 这个都是 可能发生的机会点 说实在我们就几句话 就把这个机会点掌握出来 也并不是说要花很长的时间 但是我们的心里面 假如一直存在着 我要感净度 我要感净度 这个心都是悬在空中的 这个我有经验 以前在学校的时候 那就会观察到 当自己心都是悬在这个感净度的时候 心就不安定 不敏锐了 这一些机会点出现了 可能我们看不到 甚至有看到了 但心静不下来 也不好引导 该引导的时候 没有引导 有可能 孩子们一些错误的心态 就在增长 没有及时导正 所以人生有时候这种孰轻孰重 是导正他正确的人生态度重要 还是感这个净度重要 当然事事无碍 这个净度还是可以改善 你真的有这个心 这个都可以圆满 我就记得 同学们也是 这个言语不妥当 有一次运动会 我们班 同学 眼看着 就拿第一名 跑得很快 好像连体育班都超过去了 结果刚好轮到我们班上 一个超过100公斤的同学 当然他也很高 可是他很胖 已经跑第一名了 结果他接了棒之后 跑啊跑啊 很拼命 刚好踩到石头 整个人就趴下去了 我当时心都一震了 更让我惊讶的是什么呢 你看他体重那么重 砰一下 马上爬起来 继续跑完了 结果一进教室啊 其他的同学就骂他了 都是你害的 不然我们就第一名了 同学们在乎的是什么 成绩了 他没有看到这个同学那么努力了 再来又不是他故意的 就刚好真的踩到石头了 而且自己这么好的同学 跌了那么严重了 都还没有问说 伤口怎么样啊 身体怎么样 都没有 就只有眼中 只有成绩 只有得名 见利望益啊 那这个就是一个机会点哦 那我假如没有抓住了 那有可能这个同学 可能就造成他心里的阴影了 那同学继续骂他都不健康了 不是他不健康 同学们都不健康了 就是说我们能引导同学 看到这个同学的努力 看到他的情况 最后给他一个掌声 大家的心态就不一样了 那假如我们老师也很在乎成绩 那就更麻烦 可能这个学生就伤得更深了 那我们上次提到了 这个可以比喻 这个性就好像油一样 你这个车子性能再好 就好像一个人很有才华能力 他没有信用 发挥不了了 你没有油啊 这个车 哪怕是劳师来师的也没用啊 那这个 孔子那个时代 有一个小猪国的大夫他要尽限这个勾益这个地方来投奔鲁国 他为了求得安全 当然一般人会希望鲁国能够立下蒙事来给予他保障 就像现在的政治庇护一样 结果这个人提出来什么呢 只要孔子的学生指路保证就可以了 哇 子路一个人的信用能够让人家觉得比一个国家的信用还有保障 真的是一言九顶 一诺千经 当然后来子路也没有答应 因为子路 说到了 我可以为了鲁国暂时牺牲生命 但是没有办法答应一个叛臣的要求 因为对方毕竟是违背了自己的国家 不能因为有利益了 做出不义的行为了 好 那话说多不如少 唯其事物宁巧 说话只要能表达正确的意思就可以了 老和尚也讲过 言语要简要详明 言简一概 这一点其实对我们这个时代很重要 因为工商业社会 人生活工作比较忙碌 说话简单明了 才不会耽误彼此的时间 所以我们的言语行为 都应该能顾及别人的状态 不能只有自己 所以一个修行人 是在每一个境界当中 替人想放淡 放下自我 自我中心 自我感受 这个叫会修行的人 我讲到重点都有人配合 怕大家忘记了 这个是重点 佛法 佛法重实质 不重形式 重实质是什么 放下多少 这种搞形式 学佛以前的习惯 学着佛了 照样做这个表面形式 每天读多少经 念多少佛 我不能比别人少 这是好胜心 所以夏年居老居士提醒 以调服习气为精精 习气放下多少 自我 有没有越来越放淡 这个都要自己检查 所以地址规 也都是在教我们 我们都知道 六道轮回怎么来呢 我直变现 那当然要把我直放淡 人不闲 物视角 人不安 物化老 都是替人着想 不要小看 这些生活的细节 何处是道场 处处是道场 吃个饭也是道场 对饮食误解责 修行 不要挑食 食事可误过责 不要吃太撑 都要中庸之道 这都是修行 讲话 忠告 不能太快 人家听不清楚了 太慢了 你掌握到人家的时间了 所以 道场在哪 当下就是了 处处是道场 哪一个 因缘不是练心之场 把真心给提起来 这就是会修行 这个就是会修行 讲话 简 简单 药 恶药 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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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虽然很简要 但是重点 你不能漏掉 明 要表达清楚 简要相明 这个是要练的 我们的学生 要从小 有机会 让他们表达 要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 你打开 手机 这一位 人凶 一流 三十几条 短信 你当下想 这个是听还是不听 你看 留这么长的话 那就根本就没有体恤到别人的状况 这个都是学佛很久的人 但是他都没有在这些细节的地方 去落实经教 你看儒家 一部论语 人这个字 出现一百多次 那显然 孔子教我们修行 人是重点 江家人 先问己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所以都要从这些地方落实 我们也有遇过 学了很多年了 我只听老和尚的 我只听老和尚跟某一个法师的 大家想一想 他讲这个话 什么心态啊 这个就有慢心啊 老和尚有这么教我们吗 应该是人家讲的合乎经典道理了 就应该参考应该听了嘛 哪有讲出来说我只听老和尚 我们这种弟子 都让老和尚背黑锅 你看那个老和尚教出来的孩子 眼中只有他 没有其他的人 你看这个黑锅都让老和尚背上了 我们要知道啊 孔子为什么可以回到鲁国去啊 因为他的学生在国家 重要战役啊 事情当中做出重大贡献啊 这孔子被迎回鲁国啊 老和尚的盖棺论定啊 跟我们弟子们的表现 能不能分开啊 对啊 我们只在那里 不能误会老和尚 感情用事啊 重要的是什么 他老人的教诲 有没有落实在我身上 有没有落实在我的家庭上 有没有落实在我的单位 历史啊 是公平的 日久见人心啊 慢慢的 这些真实的情况 都会浮现出来的 所以 我们跟老人家也是 很密切的啊 老人家这棒子交到我们手上啊 我们要跟老人家同台演出啊 以私自为己知啊 不能感情意气用事啊 不能感情意气用事啊 我们 我们学了这一句啦 话说多不如少啊 再跟人家谈话 都能顾及到人家的时间 举一反三啊 不只顾及人家的时间 顾及人家的感受 顾及人家的立场 我们这个替人设想的心啊 就在言语当中不断挣扎 全修在信啊 信是我们的真心啊 全修在哪里修 一言一行 都是修我们的真心 这样才能恢复啊 修处是道场 一句话就是道场 用真心就是道场 不用真心就是造口业 言为心生啊 言语是内心表现在外的声音 必须实在不讲巧言 这为其事啊 问令巧 不能是为了讨好对方啊 或者是 这个要 织掌自己的好名好利啊 在那里惨媚了 那这样就不妥当了 还是要保持自己啊 朴实的本质 心呢 不能去染 没有人力啊 这个言为心生呢 我们 这是言语 就让我回想到啊 好像之前也跟大家提过 我们复习一下 这个 汉学院请了 张清泉教授啊 教我们同学们司法 这个张教授啊 写了四点 言为心生 自如心化 第二呢 了解自心 不与他比 写书法是修养自己的 言语是心之身呢 所以会 会体悟的人呢 在哪里认识自己 在自己讲话当中 在自己写书法当中 认识自己 在自己每一个行为当中 认识自己 这叫自知 自知是明啊 修行两件事 知过改过 我们一言一行 都不知道错在哪 那怎么改啊 那就没办法修了 修正行为 所以我们修行人 每天要在自己 起着念头 每天的一言一行 去观照 才知道 要怎么修正自己 不能每天 稀里糊涂的 阴寻苟且 那就把自己一生的 法身灰灵给误了 那第二点 了解自信 不与他比 不能攀比 我们有不少烦恼 来自于攀比 比方说 连修行人 有时候生闷气 看到别人进步了 一比较 有点跟自己生气了 当然更不能起 嫉妒的心了 再去毁谤 我的口语就中了 放下攀比心 相信自己 给自己时间 会减少很多烦恼 自行一处 无事不办 写书法 练定 很专注 请问大家 讲话 要不要练定 你很恭敬 很真诚 跟人家讲话 也是专注 也是练定 有时候我们 讲话的时候 你不专注 会养成习惯 听人家讲话 就不够恭敬 还会漏掉 不知不觉 变习惯了就不好 最后 一笔不苟 一心不乱 这一点厉害了 跟往生 连在一起 跟我们佛弟子一讲 跟往生有关 他眼睛就瞪很大 耳朵就竖起来了 一笔不苟 你那一心不乱 在哪里练的 不是你灵中练的 是写书法的时候练的 是讲每一句话的时候练的 是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练的 你做事情慌慌张张的 怎么可能 灵中一心不乱呢 他这写书法 你把它举一反三 言为心生 行为心化 你所有的行为 都是你心的反射 你透过每一个行为 不是言语而已 你自己走路 都能认识自己 自己拉一个窗帘 也是认识自己 这个缓接连 勿有深 这个自心一触 无事不断 做哪一件事 都是专注 安定的 所以一行不苟 一心不乱 我们能有这样的认知 我们对于言行 这个警觉性 谨慎度就能提起来 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 了解自心 那话说多不如少 话多的人 代表我们自己怎么样 很浮躁 话才会多 这是易经讲的 吉人之词寡 这个人吉祥 有福报 言语不多 该说的时候说 不该说的时候 一句都没有 造人之词多 吉造的人 他话就多 假如曾经有人说过 你话很多 你不要不高兴 跟我们讲真话 我应该珍惜一下 这样对自己就有受用 话多的人 吉造 浮躁 要改 革言 这个别路 讲到了 这三句话很有味道 信不足 则多言 则多言 这个人为什么话很多 所以你看话很多 有好多状况 但是都是心有病 心有偏 他觉得人家不够信任 他 他心里不安 他就要透过言语 说服别人 信不足 则多言 你看我们当老师的 有时候感觉到 好像学生不够信任 我们 我们东解释 西解释 还讲的话也不少 要安心 日久见人心 有时候用言语要去 说服别人 不如用我们实际的行为 去让人家感受到 威不足 则多怒 你的威信 威言不足 就很容易 因为可能我们当父母老师 感觉好像 孩子学生不服我们 我们有点不高兴了 变什么 强势 用这个发怒 把他们压下去 其实你用这个方法 更适得其反 人都要在这些境界里面 关自己的行为 才会适当挑战 不要说那么多 心那么不安 这么想解释 扶下来 日久见人心 威不足了 我要做得更好 而不是发脾气要压人家 事不足则多虑 我们人生的见识不足 遇到事情 考虑来 考虑去 举旗不定 心不安 所以人要多锻炼 多长见识 还有多亲近一些 有人身阅历的 良师意语 孔子说 有直 有量 有多文 有直 这个直 是真诚 直星 直星是道长 无需甲固 真诚 有量 这个量是宽恕 很能宽容别人 还有就是多文 我们以前听过说 听君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万 这个人有见识 刚刚介绍 大家学习 黄念老的 对 复日青年的 一段教诲 哇 这一篇看下来 真的是 听黄老一席话 圣读十年书 我们 手上的宝不少 我们好好来把它 深入 来吸收一下 好 那我们刚刚分析了 你话多 可能有哪一些心态 这个浮躁 这个心不安 觉得人家不够信任 我们都要在 每天这个 因缘当中 观心为要 这样我们就能 观到自己的心 放下这些 没有必要的烦恼 包含 我们 话会多 就是强势 强势就一定要说服别人 而且讲的时候 态度又 比较 硬 不柔软 我们看无量寿经 看地纸规 都知道我们言语 何言爱语 疑无色 柔无身 陈德有观察到 我们学传统文化的 在劝亲朋好友的时候 言语太强势了 那都是平辈 好像在当老师教训人家一样 不妥占 不妥占 人家当下没有说什么 离开的时候 带着不舒服 离开 实在讲 你讲了那么多道理 留在他心中 又有几句 还是要对照经典 要关照到自己 跟亲戚朋友 讲话的状态 柔和直直 设身德 尤其女众 男要忠良 女要柔顺 女性她有柔和的一种展现 这也是很重要的表法 那我们言语强势 一定要别人接受 这都是执着 经典没有这样教我们 似君说 私入 朋友说 私疏 你对朋友 劝劲 不能一直劝 一直劝 劝三次 人家没有接受 你继续逼着劝 这已经不符合 人情事理 提醒到了 就好了 接下来 用身教来带动他 来影响他 不然你 一而再再而三 最后人家情绪都上来了 可能你就被骂一顿了 大家有没有劝人 劝到被人家骂一顿的经验 这个都要清一试 长一次 我们有一位同修 人还是很温和的 很善良 结果遇到一个同修很强势 每次就当着别人 数落他的缺点 其实这个都是 犯了忌讳 归过于失事 不能在别人面前讲 你不给人家留面子 然后 讲很多次了 最后搞得人家实在 忍不住脾气了 就回了几句了 结果这个回话之后 这同修善良 就心里想 他也是为我好 就想去给他道歉 结果这个强势的同修 人家给他道歉 他还不领情 所以他来问我 这个同修来问我 我给他道歉了 他都不领情 请他来我们家吃饭 他都不愿意来了 我说那你也放下这个挂碍吧 你已经净了你的心了 要给他道歉了 人家不接受 你也不要变成烦恼 无助 因无所助 道歉也不要变成一种执着 他不接受了 你心里有反思了 念佛给他回向就好了 后来我还进一步 跟他交流道 我说你会发脾气 是不是他在批评你的时候 你心里有想 你又没有比我好到哪里 怎么每一次都批评我 我们都在看别人的问题 自己都不好好修 然后又顺着自己强势的 一直批评别人 人家心里不服 讲别人是要有本钱 要有威仪住持有责得的身教 你才有柔和直直设身得的本钱 要有身教你才有言教的本钱 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 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这个都是人情事理 不能不懂 学佛的人不懂人情 不懂事理 李秉兰老师说会伤天害理 会得罪很多人 会把事情给搞砸了 自己都不知道问题在哪 所以《红楼梦》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事事事动明皆学问 人情恋达集文章 大家要听这两句是重点 不要去看《红楼梦》了 是因为他这两句确实好 这个我们 这个也有同修 他听老上 比方说 讲灵极限 结果他就去推广灵极限了 佛也不念了 就强调灵极限好 老上的经也不怎么听了 就听灵极限了 我们要了解 老上为什么讲灵极限呢 因为广大的大众 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 佛号的功德有多大 那佛号功德有多大 那得长期熏修 你了解才会越来越深入 可是呢 对不你请原谅 谢谢你我爱你 这些话一般的人一念 他的心念就会随着这些话 在调整 是吧 像我们不知道佛号功德的 我们一念阿弥陀佛 梦见周空 你知道万德鸿鸣 能灭重罪了 你越练 果能一向专念 自然构障消除 过灭善身 身意油软 称明十极 欲光时 佛光铸造 你念的法式充满 那你一般的人 他不可能一下达到这个程度 那又要达到能够调整他的心的效果 那刚好 这个灵极限 好像也是水洗功德 可是你要究竟了多生死 你不能就着在这四句里面 你要了多生死 要发布的一项 传练阿弥陀佛 不然你就是要八万世间法门 断见识烦恼 你才可以出去 这是讲初世法 所以我们也要会听 知谓地 勿清传 你这个地是听明白了 听什么明白 听老和尚他一代识教 听明白了 你要听他的是整个立体的 对现在人整体的一个教化 你不是抓着他老人家一句话 去发展 我就是最重视这个无量寿经 我就是 你就把老和尚的一个东西 拿来标榜自己 你讲掉无量寿经 都不强调扎三根 你讲的是老和尚讲的吗 你都不强调敦伦敬奋 你讲的跟应主相应吗 那是大善之士 对于一代众生的一个官机 开出来一个全面整体的一个 法药药方 你不能就抽其中一帖 是把人家开了君臣佐死 集铁要配合的 你就只拿一个山药 其他都不要 这样会误导众生 所以这个 地指规这些句子不简单 你要知得全面 你不能知得片面 还觉得自己的看法很对 误导了一群人 人家本来这一生跟着老和尚要成就的 你给人家误导了就不好了 今天时间到了 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